行列式以及它的计算 我们说是 Determinate 行列式计算 那么行列式是什么呢 行列式跟我们matrix不一样 matrix它实际上是一个数表 它是一个表 你不管怎么样做运算 它的样子是基本上不变的 而Determinate是什么呢 Determinate它的结果是一个数 例如说 我们 Determinate我们通常说是 写成DeterminateA 或者是写成两个数线 把A写在一起 那么是这个样子 那例如说2阶的 这是ABCD 2阶的 这是ABCD 那我们的定义 2阶的这个Determinate 它直接可以得出它的数 这是AD-BC 看起来是很多很多数 结果是 很多数排在一起 但是结果它是一个数 不管是它是多少阶的 那如果说3阶 那我们怎么样去算 我们这用一种地规的方式来计算 那么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A33 这个我们怎么去计算 我们这样子算 为了 我们为了讲得清楚 我们是A11-1的行标 加上列表 它在第几行 第几列 那么 这样拿出来了以后 例如说原来是这种 A11 A12 A13 A21 A22 A23 A23 A31 A32 A33 A32 A33 这是原来的行列式 那我们把第一个数字提出来 那它所在的行和列 我们就把它划掉 就是剩下的一个二节的行列式 那么A12 这是-1的D 它是行 D 第一行第二列 那么划掉它所在的行和列 那就得到的是 A21 A23 A31 A33 再加上A13 这是-1的 1加上3 划去它所在的行和列 那么剩下的是A21 A22 A31 A32 A31 好 那么剩下的都是二节的行列式 那么二节的行列式 我们用前面的方式可以去计算 实际上 这是我们用地规的方式去定义 这里我们实际上 这里我们实际上是用第一行 来展开 我们叫做行列式的展开方式 expansion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这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这是 G 那么A1 G -1的1加上G G 然后是这个A1 G 这次求合的方式 我们是第一行 G可以从1到3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定义 可以用第一行展开 当然说我们也可以用第二行展开 G还是从1到3就是列 那么A2G -1的2加上G A2G 那么这个A 这个A2 这个AIG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原来的行列式 化取它所在的行和列 化取它所在的行 化取我们这个前面这个系数 所在的行和列 得到的新的行列式 当然行列式我们还可以用 用 列来展开 行列式是行和列是对的 那么 A G 1 这是-1的 G加上1 A G 1 好 也可以写成是 任何的 好 G 从1到3 例如说 这个是A I G -1 I 加上G 那么这是用 DI行 用DI行来展开 不变的是I 这是用D 这是 I 从1 这是用D J列展开得到的 变化的是I A 那么 A 可以把这里 2 换成任何的I 也可以 就是 用任何的行 或者列 来展开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 到 NJ的话 我们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 定义 这是用I 从1到N的话 -1的I 加上G A I G 大写的A I G 这是用D J列展开 那么 也可以用D I 行展开 这是 -1的I 加上G 这是 A I G 这是 A的I G 这是用I行展开 因为I是不变的 那么对任何的NJ以上的 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义 当然 这个定义会给出 最终会用这种定义来计算的话 最终会给出我们的行列式的值 但是这种用定义去计算的话 会是相当麻烦的 计算量相当大 所以我们有一些具体的计算 计算技巧 那怎么样去计算呢 那我们先注意它的一些properties 我们不去证明啊 因为这次这毕竟是一门复习课 properties有哪些呢 第一行 第一个就是某一行权为0 那么它的这个行列式是等于0的 第二个 我们是交换两行 两列 或者是两列 我们说行列式 是对行和列是等价的 所以所有对行成立的运算 对列都成立 因此成立 交换两行或者两列 这个叫行列式 编号 就是你如果交换了两行 或是两列 你就把行列式前面加个负号就是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有-1嘛 你把把例如说把这加1的话 这就在原来的符号就相当于对前面称上一个负号 嗯 某一行的因子可以提到行列式外面 那在这个在matrix里面是不一样的 matrix 我们把某一行出一个数 这个matrix 它还是等价的 但是对行列式来说 它的 会就是说 你除以一个数以后 你必须得乘一个数才能变得回来 我们说是 把这一行的这个供应子提到外面去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加某一行乘上一个数 加到另一行去 行列式不变 这个跟我们 这个矩阵的这个rule operation差不多 当然说这个对列也可以也成立啊 我们乘上一个数 加到另外一行去 这个行列式不变 这个行列式不变 那么其实这个二三四这三个 其实我们叫初等变换 叫做行列式的初等变换 跟我们matrix差不多 我们 如果两列乘比例 或者两行乘比例 如果两行或者是两列乘比例 这个等于行列式是等于零的 那我们为了计算 那我们为了计算 这里我们就不去讲太多的这个properties 那么其中二三四这三个properties 基本上就够我们计算了 那我们计算行列式 其实也是用rule reduction 当然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是一种叫做 我们叫做降接法 我们怎么样降接呢 我们来看一下立体 我们看一下降接的方式 降接 其实我们先是做 做这个初等行变换 然后或者初等列变换 把它变成一个其中某一行 或者某一列 只有一个不是零 然后我们把它展开一下 就降接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 我们只用一个立体来讲 怎么样去计算 那么行列式我们主要是计算 我们如果说是A 等于这样的一个行列式 好 0 4 0 这是matrix 2 1 0 -2 0 2 5 -3 0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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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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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多了一个3 0 这是matrix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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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5 5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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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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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4 4 0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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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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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5 5 6 5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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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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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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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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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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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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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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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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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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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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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3,2,2,3,2,3,3,0,0 那我们又看到第三行只有一个不是0 所以我们又按第三行展开 乘上2 那么这是乘上3 3它是-1的第三列第一行,第三行第一列 那么这是按照这一行展开,就只有一个3 因为按照我们的展开的方式,其他的都是0 其他的全部是0,所以我们只剩这一项 去掉它所在的行和列,这就变成了2223 这是二阶的了 二阶的用主对角线相乘,减去负对角线 2乘3-4,所以这是2 所以这一个是2 所以这是-8 那这个是正1 所以是-4乘上2乘上3 最后这个是6-4再乘上2 所以这个是等于16-48 这就是我们计算行列式的基本做法 我们每次算到其中一行或者一列 只有一个不为赢,我们就把它展开 用定义,用expansion的方式把它展开 那就降阶,降了阶,然后再展开了 然后再做Rule Reduction,那么又再降阶 那么降到后面只剩二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算了 当然说行列式的计算还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这种降阶的方法是计算量最小的 所以如果碰到要计算行列式 我们就用降阶的方式来算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计算机 如果大家在这些地方